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汉元帝时期 还有一人同样是名家 他叫陈汤 陈汤知名度没有卫清 或区病那么高 而且他也没有关系 从小来自于苹果农家 不过小时候的陈汤确心怀大志 一心想报效国家 所以他刻苦读书 勤练武艺 陈汤长大后来到京城 希望寻求一官半职 因为从小刻苦学习 所以当时的陈汤已经很有才能 果然得到一个官职叫太官县石城 其实也就是给给黄兴国戚端茶道水的职务 陈汤利用这个机会 接触到朝中显贵之人 由于为人处事得到 很快陈汤被推荐做更大的官 恰好这时陈汤父亲去世 按理说他应该回家守校三年 古人讲究忠孝人意 尤其是儒家思想兴盛的汉朝 无论何人身居 何止 父亲去世都要回家守校三年 趁之为丁忧 而陈汤为了自己仕途不受影响 竟然冒天下之大不为 拒绝丁忧 陈汤的不孝行为 自然受到同僚的非议 为了不被他们排挤 陈汤只好申请出使外国 后来他被任命为兜户府副校尉 负责守卫朝廷边疆 当时的匈奴智之禅于与汉朝不合 多次挑衅汉朝 陈汤来到边疆后 就想找机会教学智之禅于 可是出兵必须要经过皇帝统一 因为边在地区信息传说 来回至少要两个月 当时战场上行事 恰好立于出军 于是陈汤甲传圣旨 调动附近的军队 当时陈汤的上司叫甘严兽 他反对陈汤甲传圣旨 被对方用剑架在脖子上 这本该属于以下犯伤之罪 最终甘严兽被逼没办法 只好同意了陈汤的计划 最终陈汤击败了支支禅于 为汉朝平定战断 陈汤立下大功 战胜之后 陈汤在清典战利品时 把许多财物据为己有 他们贪 无受贿 不善交朝廷 这种罪名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纵观陈汤一声 不忠不孝 假传圣旨 以下犯伤 贪污受贿 每一条罪名都能让他死十次 后来皇帝论功行上 对于陈汤到底该赏该法 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后来有人向皇帝求情 陈汤才被赦免了死罪 但也被剥夺了爵位 最终成为一名普通士兵 尽管陈汤一声不拘礼法 不按世俗的套路出牌 但他有一件事做得很威武 他曾经给皇帝上书有一句话 名犯强悍者 虽远必诛 这句话后来渐渐形成金钱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诛 这句话充满了铿锵有力的爱国豪情 陈汤也因为这件事 背后人津津乐道 也算美名良于后世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